朋友们这个下完雨的楼顶一片狼藉啊 终于雨停了 所以起了个大早上来看看这些 这些是丽夏哥哥之前送的一些芦荟 没怎么养好 夏天太热了 有点对不起他 这几个都是了 个头都挺大 这种我感觉就是适合入养了 然后这应该是唯一存活的景天了楼顶 挺胖的还 之前的那些杂龙 其实淋了雨之后就发根特别快 这些龙就插在这也不用管 它就自己长大了 这个龙之白丝 特别大一颗感觉 唐王草感觉今年又处于半肺的状态了 这个雨实在太多了 所以长得很快 看起来是不太行的 一些侧芽长大的龙舌兰 这个来的时候记得也是不是很大的 两万一年多吧 挺大个 还有一些卡沙地 这个可能得拿下去了 这个顶基隆稍微移 感觉这个盆里挤得长得不是很好 接着一些平弯 大家不是说想看接着穷吗 这个应该是500金玉吧 这个也是 有楼顶的话感觉多弄点这种龙舌兰侧牙也挺好的 放着放着就长大了 零几场雨 这都已经开始要旋转了 大家想看到这个零四幻虾 这个印花龙 还是有点印不出来咋回事 墨水不够吗 这片还可以 到后面就感觉有点印不出来 就楼顶下雨的话还是 我是挺开心的楼顶下雨啊 因为这种种的一些比较大的龙舌兰到时候需水的话 你就普通的拿那个喷壶浇是很难浇透的 这个也是之前接的很早的一个作品了 本来说要开花了 结果没了 大家一直比较关心的就是 像我这种楼顶到底啥能活啊 其实上属于那种龙舌兰啊 然后仙人掌 还有这种硬叶石啊 芦荟这些都能活 你看这个硬叶石啊 我本来想给他换个盆的 但是又觉得哎 在小棚里好像长得也挺好的 那要不给他换一个深一点的盆 你看他的根系 就下了雨之后 这根全都钻到底下来了 所以浇水要浇透也是这样子 不然你的根就只盘在上面 这边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大折对于我来说啊 对于那些有地的大佬来说 那肯定还是特别小了 还好要出太阳了 不然这些都感觉要涂了 这些新发尺的硫磺 这个也是 这黑蜥蜴现在就很有膝盖 上面全是黑的 然后上面冒着一点点绿 这些罗膜淋雨淋了烂了一些 我估计他们是一种生存策略吧 我发现就是我养满一整盆之后 它的速度就很难再增长 就总得烂掉一些 应该是疼地方了 这里好像还发现一个连体音 这醉化吗 好了 那这些楼顶的就先到这 咱们下去看看 楼下多少有点惨 看这个 估计晒裂了 这根不知道能不能换一根到时候 楼下这些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遮雨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雨到底能下几天 这是下五天 如果再下五天 这大半估计都废了 如果你不遮雨 对一些要发根的也是比较好 我之前不是有说过吗 就是说 你亮根已经亮足了时间 那么你就把它你看 是吧 这种长根的到时候就给它埋进去就好了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会不断的拿出来看嘛 所以这些都不断往外面走 你看看这花笼 给大家看看 一般人估计都不知道我有养着玩意 这拨的太慢了 这一张的 嗯 底下这些都还行 说实话真还行 应该差不多到极限了 再零五天雨 我估计很多都要出问题了 这次是五天 还好结束了 万幸 刚才单手不好操作 给它埋下去了 还是很酷的这个刺 这是发心刺的一个大风月 然后铃波 这种发心刺的 就是说有些可能还没醒来的 这雨水吹一吹会挺好 但这个 这个换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直没动静 像其他的你看 吹的时候都是球体变律 然后开始生长 然后开始猛发新刺 这个就是生长剂啊 只要给长雨 这个生长是特别特别旺盛的 打红阴 下了几长雨 你看这个花包 都发霉了 所以要赶紧给它清理掉等天晴了 还有朋友说很久没看到这个舞灰了 看看 现在只剩六头了 七头这个砍完之后 你看又长出一个小头 还有一个更大的头也干掉了 前段时间才砍了 王哥告诉我最好还是砍了 说不然很容易带入各种并均 其他六头长得还有一双旺盛 就个头还比较小了 要再多样几年才会好看 仔细看白子的花包 这台板应该大了一圈至少有了 都已经看得到绿色了 原先是看不到绿色了 然后马贼还活着好消息 这个圆盘月 一般来说这个粉是雨是冲不掉的 但你不要去抠它抠的话就容易抠掉 但是不喜欢淋雨的原因呢 是你看这些灰全都黏在这些毛上了很脏看着 这盘小捕获 这应该是黑牡丹吧 开始长花苞了 每年都差不多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啊这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广东就比别人晚一两个月 别的地方都已经开始发开花照片了 我这边才刚刚出花包 这席子也明暗沉之类的真不建议淋雨啊 你看一灵这么多马点点 而且这底下有的地方好像也黑了 挺烦的 看这个大的吧 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一样有黑斑 就而且这种马点子好像已经成常态了 之前朋友路养也是到我这路养也是 好没有见过谁 说能够路养的席子也长得非常完美 非常干净啊 这东西可能还是适合 阳光房啊或者棚子里面养 根系都已经钻出来了 看着席子也的根系 可以轻松钻破啊这个 时光纷身的盆 反正不是很好搞啊 底下也有这种 这我原先还是特别在意的 现在也已经躺平了 我这环境想通了 你养这种团扇基本上不可能干干净净的 也有的话有说这是探居啊 可能如果你不处理会传染给其他球 那目前看来还没有传染啊 这个相对就干净很多 这个是不是得重点保护一下 不要到时候又重蹈覆辙了 这个老球体看起来算有一点 当然新球体是 非常干净了吧应该算是 可惜球体太小了 不知道能不能再大一点 这个褐槽跟目前还没有长出盆底呀 当然从这个赤的长势可以看出来 跟应该也是不差的 这个之前也给大家远看了 现在近距离看一下 特别丑 这个肉全都看得见 过阵子给他 减肥啊 稍微多晒解 进去看看这个大光灵 吃好像是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因为刚发好根嘛 所以不急啊 看新吃应该还不错 好了 时间原因就先分享这一片吧 后续咱们再继续看啊 那这期视频咱们就先拍这儿了 下期见 拜拜 拜拜